欢迎收听解释聊的小贷 今天会呈现2024年8月1号下午的三点 今天这集要 我希望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冲绳这一趟讲完 其实离冲绳这一趟旅行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那在我7月其实去蛮多地方 遇到很多光怪路里的事情 那这一趟冲绳其实主要是 为了要跑银行的日本国内线这几段 对那这个东西 我之后会特别讲一集 就是日本国内线 尤其银行跑冲绳跟宫古早这一段的 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今天这一集比较会讲一些故事 但不是主要不会在教 或者在特别讲什么 那细节应该说都是细节的东西 都是故事性的东西 叙事性的 那比较不是说告诉你说 注意12345以下几点 那大家就来讲一下冲绳这一趟 冲绳这一趟 其实这张票来自于 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开一张ANA的1.5趟 所以这个是他第二腿 第一腿是松山雨天 然后是第二腿雨天松山 那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一次开单趟的 就是同一趟来回是因为没有票 所以我自己是变成说一次 这有一次我去了这两 这一张票其实会去三次日本 那第一趟是六月第二趟是第二腿是七月 第三腿应该是九月还是十月忘记了 那原因也就是说因为在ANA 你要去开长龙的票 本身你找票是比较相对困难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就是一次去回 然后三天四天左右 那就变造成说第一腿在六月 第二腿在七月这样子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七月这一周刚刚好也是 雨天穿好像有一些烟火还是什么的 但我前几天就脑袋 大概上个月的时候 我就有点脑袋撞倒 就是我已经忘记我开这张票 就想要跑银行 那时候银行的 我就买了几张的日本国内线 因为这是CVC最高 也是最舒适的一个做法 那我就买在27号 所以是28号要从雨天飞回宋山 但是27号我会再冲绳跑这些东西 然后就造成了这一趟的旅行 那这样旅行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也开了一张 这一周其实是台风周 然后这一周台风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就是这条南部 就是淹大水 那我自己的这边 我在台北 因为我刚好在台风来的两天 我都是不在台湾 那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因为这个因为我住在顶楼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会有机会 漏水的 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及时止住这些东西 或者是用个东西接 那其实会造成一些问题 可能地板或什么都会 会很麻烦 所以我有在想说要不要往后改 但还好没有 因为往后改的话 我至少还要 就会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会非常非常麻烦 那我去的第一天是24号 25 26 27 28 对 24 25 26 27 28 总共是五天四夜 那我在24号就已经是先飞到东京 对还是没有飞冲绳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其实飞冲绳机票 单趟可能也是要 我看这个要快要一万 可能这个暑假可能怎么样 而且那个是两行 那一万的话 我不如我直接先飞雨天 然后雨天再飞冲绳这样子 全部都用里程开 前段这个用 应该是用阿拉斯加航空 7500里去暴谬 我是花一万五去换商务场 然后这个是JL96 那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从松山飞雨天 然后在雨天再换一个 ANA的国内线 用UA换花8000里这样去换 所以整个成本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 而且是商务场价 经营上一个组合 当然时间上会花比较多 但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本来我对搭飞机 就没有到那么那么的排斥 所以我大概到下午左右 我才到 应该是快要到晚上的时候 我才到冲绳 其实也考虑过说 我是不是直接订下去一个直飞 然后直接到冲绳就好 后来想说 看起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且其实里程标 弹性也是比较大 如果今天因为台风 如果买了虎航 或者什么的 会更麻烦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说 24号对台风 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 或者是说会不会有机会 会被取消 那连航会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穿上航空 还在这个时候是有点好处 当然你可以说我是因为 就是我本来就要全穿上航空 所以找这么多借口 我觉得也没有错 反正这几天我在前 我其实就直接到冲绳去 所以因为我在东京已经很多次了 所以我最近决定 这次要把冲绳放为一个 比较重要的地方 但我其实在冲绳没有任何的行程 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行程 那这次选择的 这个舒服官选择活动地区 因为我在想说 因为我这次主要的目的是要跑银行 也就是说银行其实你会必须要 往返这个机场跟这个饭店之间 那如果我今天不信的话 因为理论上来说 我曾经有一集有讲说 在这个如果你跑冲绳跟公古岛 这样你一天可以跑到屎腿 屎腿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是冲绳公鼓公鼓冲绳 冲绳公鼓公鼓冲绳 冲绳公鼓公鼓成绳 冲绳公鼓公鼓成绳 就是这样子 这样总共是10腿 然后你可以赚到大概400tear points 那我在27号这一天我只听到8腿 那么8腿也是够烦恼 就是非常非常的累 因为这一趟是 那一趟大概是要花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你这样每一段 其实我整天都会都会在飞行 其实我那一天我花了大概14个小 12个小时我再飞行 那就是全部都是国内线 有点像是以前JGC的那种感觉 那总是在 只有我后来我这一天买到 因为日航的国内线 有很明显的 有很明显的 因为时间有价差 所谓这个意思就是说 越近其实越贵 而且是它比较不是像是市场供应 比较不像是市场供应的那种原则 所以如果很像是 很像是有在控制价格 很像是台湾的国内线 好像也有在控制这个价格 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你在越近的日子 你就是一定是会买非常非常贵 那从最便宜的这样子 一腿可能是一千 一千五台币 台币一千五 然后到了贵的 你其实可以买到四千台币 都是有可能 就是看你时间 越近就会越贵 这是很显著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这时候 如果你是几期要开票的话 当然是进行里程 那也就是说 我原本其实去送神 大概四天 但是我想说 如果我在中间 它票有档下来的话 那我可以再买 但是都没有这个吉祥 所以这个我是已知 所以我就想说试试看 如果有任何一腿的话 我就可以杀去吉祥 然后做一腿这样子来回 然后稍微赚一些tear points 因为我对tear points的单价 是有点要求 我是希望可以压在 可能60块台币 每一个tear points以下 这个有点细节 总之就是 如果这个票价掉下来 那我会觉得说 我可以跑一趟 所以我就可以到机场飞一下 那所以我就住在里面 相对蛮近的地方 就是旭桥站 旭桥其实是从冲程机场 然后你往市市区 大概四站还是五站左右的地方 那它还没有到国际通 但它离国际通 也大概是两站左右的距离 那因为这一区 其实就是 就是国际最多的地区 台湾人最多的地区 所以说这一区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都很熟悉这一块 那旭桥我这次住的是 这个冬季的Ray 冬季的Ray酒店 这间酒店我觉得 那这间冬季Ray的酒店 其实它 我会在另外一集 讲这个饭店 我觉得整体是相当相当不错 CPC也不错 那这一间 就也是离 也是离这个旭桥站 是直接有连通道 所以我那一天 我到了 我从雨天再转机 再回到这个冲绳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是这样 滑滑滑 然后就直接到饭店 就到饭店里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那天虽然是台风天 而且冲绳理论上 离台风更近 但没有什么风雨 就是风很大 那时候在台湾 就已经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 这种风 不能说风声 各式各样的反应传出来 整体我在这一周冲绳的之旅 其实台风没什么感觉 应该说台风风很大 偶尔下雨 但是对 偶尔下雨 台湾是一直下雨 下到到处都淹水这样 所以真的相当相当的可怕 我算是逃过一劫 但其实还是一样 就会回到说 我今天回台湾的时候 会想说 天啊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时候在这边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淹水淹得很严重 或者怎么样 然后只是我回来都干了 因为我现在习惯是 我出门我会开 其实我是会开厨师机 我会直接把厨师机开好 然后跟空间已经开好 剩下我就会离开台湾 这样 就离开家里 然后把所有窗户都关起来 因为那也是台风天 所以我不知道状况 那还好回去是没什么 看起来是无恙 因为有时候 我以前有忘记关窗户的时候 结果他们 结果那个 结果那个 我的植物就倒了 那我觉得蛮讨厌的 因为 因为理论 因为我 我真的不太会 处理那些东西 然后有些土 这么多乱翻 我觉得很烦 我就是 种在那边 也不太想到 真的认真去理它 但anyway 这一趟在冲城 我就 其实在前三天我都没有去太多神秘的地方 真的是 就是我完全全在 在 我觉得我当然是在准备一些 这个 录音的东西 然后节目 然后去晃一晃 其实我在那几天 我都是属于蛮放松的一个状态 但是那几天其实我在冲城还需要面试 还需要做一个蛮final的面试 所以我就有点worry 我就想说就是很担心说这个面试会不会 状况会不会好 因为面试人也不是台湾人 然后也有各式各样 而且这个层级是比较高 想说 想要准备一下 但是又比较无从准备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考什么东西 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技术面试 这个是一个 看你的behavior的一些面试 我自己behavior我坦白说我怎么 我其实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那种 我觉得我不是那一个很标准的努力 或者是我不是那种很 大家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员工 就是你喜欢就很喜欢 你不喜欢我觉得 应该大部分都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有点比较不好控制等等的 这个对某些人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quality 所以我其实在面试这种事情的时候 其实behavior这种东西 我是比较觉得比较麻烦 但我不会到时候很 觉得很困扰说 我的behavior一定不会过 也不会 但是我觉得今天表现最好的 所以其实这个我在第三天才去面试 那这个在第一第二天的话 我就去附近 其实我有找了很多 就先去逛一下 因为旭桥附近 我全部都在旭桥站附近解决 我甚至没有往国际同去 我甚至没有往国际同去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去关国际同 也会去换一换什么 但我本身对那边 我其实去过 我其实去过 那我原本是想说我要住海埃Rugency Rugency那天的价格大概是六七千块台币 那这个是完全超过我预算 所以我花了大概四千五百块住了 这个刚刚六千五百块台币是一天 One day 那在这个四千五百台币 这个是三天 所以我没想 想都没想到觉得我就住这边 而且这间东西Rate真的还蛮 我觉得还蛮干净 而且整体它早餐是超出我的期待 那大家可以去之后那个饭店那一集 再去听看东西Rate这样子 好那 其实我最近有在想说 是不是把它全部录在一集就好 因为我现在这样切来切去 我其实有点 我其实头有点痛 因为像现在这个8月1号 我录音当天我在曼谷 那我7月初的这个伦敦行我还没录完 我还没有录完 然后有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把饭店的某些东西讲掉了 但我原本其实是觉得说 应该有些人会想要听 应该会有些人想要听这种 纯饭店的东西 因为以里程这个饭店连速玩家来讲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样听 但我觉得现在我现在觉得好累 但是航空 比如说伦敦 其实有 银行我跑了好多段 然后我搭了ANA 搭了卡达 然后还有卡达贵宾是两件 如果要搭切切切切的话 我真的保守估计伦敦行会有20级以上 这个东西其实我一集就可以 我不能说一集 我就可以简单的讲 然后切切切切切 然后大家自己去挑自己要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可能会比较好 然后分成part 就是聊旅游 然后这样子12345678 然后照时间顺序讲 但我现在必须要把时间顺序拆开来 或者是说怎么样 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 因为有可能最近旅游太多 有可能是因为很多事情发生太多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去下宴 我没有办法任何 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消化掉 你懂那种感觉吗 我这个月里面的旅游 我是都还没有把它录完 就这种感觉 但是我已经有下一趟旅游 我现在已经有这一趟旅游了 我现在就已经在下下趟旅游了 大概这种感觉 所以有可能是我旅游的平均太高了 有可能 反正不管 就是我还在思索当中 那这一趟的冲程 我其实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我先去吃点东西 那我就先跑去了 想说这附近在东西瑞 就是旭桥啊 旭桥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那时候有点晚了 大概8点左右 那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随便google一间restaurant 然后说现在哪边有开 然后就发现说附近有一间 它叫做 它就像是鸡料理的店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资讯栏 它是资讯栏的第三个 第三个 为什么放在第三个 是因为第一个是我的 第一个是我的饭店 Naha Tokyo Ray Hotel 第二个是我本来要去这间店吃寿司 因为我现在不太会在台湾吃寿司 我就会去直接去日本吃 那第二间这一间 我是看评价觉得它好像还不错 那我去的时候 它跟我说sold out 它跟我说没有饭了 它明明就还有很多生意片 但是它真的没有饭了 所以它就跟我说sold out 那时候大概8点 但这间店其实里面算开到10点 我觉得也很有趣 那看起来也是一间不错的店 所以第二间我就还是放在这边 但是我没有去 那再来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这个我刚刚说的鸟料理 鸡料理 这间鸟浴的话 其实我是给它复品的 我是 我在这间在Google市的4.1颗星 那其实我进去的时候 就用平板点餐 点完之后 那它就来问我一些事情 它跟我说你要大德 有一个人很像玉子超的东西 它说大德还小的 我说小的就好 那之类的 然后反正就是你知道 我过了多久 我过了多久才拿到餐吗 我过了半个小时都还没有拿到餐 因为那时候我在玩手机 我在用东西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间过的感觉 我是没有的 我就是继续沉浸在 我不管听Podcast 还是看YouTube 还是whatever 我是不知道时间过多久 但是我发现我左右边人都已经 跟我同时近的 他已经走了 我才想到说不对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状况 这样子 今天那个时候已经是35分钟40分钟 就我已经坐在一间店里面35 40分钟 这间是一个 你把它当作Sukia 你把它当作它其实就是上菜很快 然后就是上来之后 你大部分的点点完 然后就会吃 然后就直逐结账就走了 这是一间很快的餐厅 但是我坐在那边坐了30分钟 40分钟都还没有上东西 然后我就才问他 因为他们都很忙 他们每一个人的都看起来都很忙 所以我就问他说 我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他还没有来这样子 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抱歉 他就走进去餐 走进去这个厨房 他开放式厨房 然后过了三分钟之后 全部东西都出来了 所以其实他的东西都是 很快就可以出来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慢 那东西也没有到很好吃 没有到很好吃 所以个人是给负品 这没有到很好吃的意思 就是说 它虽然都是鸟料理 它都是这种鸡料理 鱼子 青子冻 然后或者是一个 一个这个鱼子烧 但是我觉得鱼子烧不错 但青子冻 我吃过更好的 所以 而且是差不多价格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迫普通通 那如果你只是要解一个 解馋 或者是说你只是觉得 有点饿然后来路过 我就是觉得这个第三间 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吃吃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附近 如果你要到这么晚的话 可能吃的东西也是相对比较少 好了 那接下来第三间其实讲完 其实这附近有一间 那个逸林 有一间double tree 那这间我很久以前住不过 但我这次没有选择的原因是 因为这间饭店真的是 不是说不好 而是它那个时候价格 大概会在3500一个晚上左右 那以这个double tree来讲 是正常的价格 但因为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看到这个 这个ray hotel 我就想说那应该是比较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了 因为我也没有要 要说要太多奢华 或者是有什么点数可以划 所以这一次就把它住在一个 这个日本连锁的冬季 对应该是冬季吧 对应该是冬季 那我其实在中途 我还有跑回这个机场 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我还跑回机场 坐回机场去吃 那个有个 那个有个 有一个那个猪肉的饭团 我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冲城有一个 猪肉饭团 那猪肉饭团 大概在国际通的附近有一间 在国际通的附近有一间 那另外一间在 这个纳巴机场 机场的这个 忘记是国内线还是 反正到达成 然后到达成旁边就会有一间 那一间 我其实也要排一下队 所以我就会在那边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在机场都把东西吃完 那机场有一些地方可以坐 但不是 就是通常都满满的 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讲 剩下的这个 银行修行的部分 因为前三天 其实我就是不断的在 这个晃来晃去 跟找事情做 还有去想东西 跟面试 那最后一天 在这个 在冲绳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 每天会搭八腿 八腿的银行修行 加上最后一腿 我必须要从 冲绳回到雨天 那为什么会长这样呢 是因为 我在这一天的回程 我在这一趟旅行的回程 也就是第五天 第五天的回程是一早上的 8点 10点50的长龙 BR1189 那189的时间是早上的 早上的10点50分 那如果我要 我要脱着行李脑大 他们这个一早的 从冲绳飞往雨天的班机的话 基本上接不了 我看了 A&A跟日航的第一班 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到这一班 因为我必须要抗着行李 然后就是国内线过去之后 然后再从国内线 再check in行李 国际线这样子过去 那当然如果是全日空 当然全日空的话 应该是可以直挂 应该 应该 但 但我最后是发现 时间可能来不及 因为其实从冲绳飞到雨天 大概是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如果10点50分的 国际线班机回台湾的话 那我要减两个小时 是8点50分 8点50分的话 其实我要在可能6点钟 要上 上这个飞机 我要出发 那delay就炸掉了 delay基本上就炸掉了 所以就会有点复杂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 如果我要搭这班飞机的话 我早上6点就必须要出发 但是有没有这么早 航班没有 第一班应该在6点半 到6点到7点钟 多走 7点多左右 那大家还有直挂 有可能会失败的问题 所以最后决定就是 我在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我前一天晚上 跑了这个 冲城宫古县的这个八腿 那这个八腿之后 再借一个从冲城 飞往东京的 因为这八腿结束之后 大概是下午的6点到7点左右 所以我想说 那就趁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 赶快大会雨天 那最后就必须要在雨天过夜 我们先讲 先讲我那时候 计划好了 因为那时候在雨天的时候 那时候回雨天 大概是从6点半 然后最后一班 6点半是我八腿 最后一腿 然后第九腿就是冲城雨天 冲城雨天 那时候我订的时候 应该是订 我订比较松一点点 大概订8点半左右 然后在8点半 然后再大家回雨天 大概是10点到11点 所以一样我要在雨天过夜 那其实就逼节目 在雨天过夜的次数 真的非常非常高 平均最近一个月 都会去那边一次过夜 那我都要住冬极啊 或者是住一些很便宜的饭店 这一次呢 或者之前有住 那个Hotel Field Fountain 那间比较贵 那天我那天看的时候房价 Hotel Field Fountain 大概是要6500块 那冬极 冬极 硬 冬极 不对 冬极 不对 冬极 冬很硬 对不起 刚刚讲错 雨天那是冬很硬 然后在大鸟区旁边有两间 冬很硬 那个之前都很便宜 然后甚至我住到那个什么 电梯后面的房型这样子 但这一次呢 完全没有房 那两间冬很硬全满 我想说超崩溃的 因为每次我看那间都还是有房 结果这次没有 关我也没有 所以最后我找了一下 想说要嘛 有选项一就是我回去入清晨白河 这个Choice真的很有趣 The Comfort Hotel永远都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是会放房 然后都还有点房 那韩边一样八千点 但我就必须要从雨天 先搭到清晨白河 然后隔天早上 我又要再一早 从清晨白河搭到雨天 那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愿意多花个1000块2000块 就直接住在雨天方面比较轻松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focus在这附近 有没有饭点 最后找一找 然后就看到了美居 那美居是亚高旗下的一个 应该是四星左右的饭店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是好比东恒 甚至Hotel Vail Fountain才更贵 因为它等级理论上比较高 那时候我就在亚高的app上面滑一滑 发现说有一个叫做Red Heart Rate 反正就是红热价格 那那个是你如果有A加 Core Plus 你才会有这个价格 但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买Core Plus 所以到时候还好 总之我在那时候看到 这个价格竟然只要3000块台币 当然这个并不是很便宜的价格 但你要理解说那一天晚上 附近的饭店都是爆表的价格 都是五六千起跳 今天看到一个美居 然后它有一个Red Heart的价格 你再3000块可以解决 非常非常的荒谬 我们换的日币 日币的价格是14500块日币 14500日币 那几天日币是有涨的 所以其实大概3000台币左右 那你就会解决掉 所以我就没想到没想到定了 但这个Red Heart的坏处就是 它是non-refundable 它是你要直接定下去 这是一个缺点 但anyway就是我就定下去 那最后我还是入住了这一件 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八腿的一些过程 其实日航的国内线修行 我都是觉得相当相当的 相当相当的舒适吧 I don't know 我不会觉得说任何人会排斥 尤其Base在台湾 会排斥使用日航的国内线去做修行 第一件事情 他们准备率率非常的高 我在2019年跑的大概是七八十腿 具体大概是七十腿左右的日航国内线 那我没有遇到什么 我没有遇到航班取消或者是大延误 大延误是指说可能半个小时以上 那这个我都没有遇过 那我看Eric大大在修行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虽然说他跑银行的时候 也是没有到大延误或取消 但我都遇到了 我在七月其实遇到非常多事情 那这八腿其实在前七腿 都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所以我就是在冲绳 冲绳机场 然后早上一早的时候 我就去七点左右吧 六点盘前 我就去柜台刚刚讲说 我要全部的登记诊这样子 其实我也没有说 对啊 我刚刚讲说我要print Auto Berlin Pass这样子 理论上你要手机 就已经可以拿到Bling Pass 但我刚刚说我要直奔 因为我有在收集登记诊 就有病 那我就跟他讲 然后他就把八张全部印给我 然后再压上 确认每一张都有压上 那个BA的会员这样 然后看到 OK拍照 然后马上就去 去这个国内线准备去挂安检 那当然日本的国内线安检是 相当相当的简单 对我来讲是简配版的安检 因为他们这个没有那么敏感 然后加上他们是可以带饮料进去 他们可以带水 那他这个水你只要确认 他过一台机器 他就可以知道说 这瓶可不可以过 不然不能过丢掉就好 那反正水是可以过 这很好 那有时候笔电要拿出 有时候笔电要不要拿出 我不太决定为什么 但总之这个是很快的 而且理论上 你大概只要在起飞前 20分钟过这个安检就好了 然后基本上这个东西速度都很快 如果你今天是有什么商务舱的话 好像也可以有一些通道 但我有点忘记了 那anyway 我就觉得 那这个你可以直接拿到 这个所有的Going Pass 然后过安检 你20分钟就可以到 20分钟过就可以 那很简单 那再来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日航修行 或者是说 为什么这局是以前 大家都跑那么多 那还有个原因就是 其实在冲绳这个机场的话 你过得一线转机 我们今天举个例子 你今天从冲绳然后飞到公骨 那不要 我们讲第二第三团 公骨回冲绳 对不对 公骨回冲绳之后 那理论上 我要再从冲绳再飞回公骨 因为我一天是八腿 那第二第三团这个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说 理论上你应该要 就是沿着arrival 这样子一路走走 走到大厅去 走到外面去 走到这个到达成 然后你要再安检一次进来 那当然这个冲绳这个机场 跟雨天 跟伊丹好像也是 基本上你一走出去 你一下机之后 你就会回到登机门这一区域 他登机门这个区域 是没有去做分流 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走哪边出去 是混流的 所以你可以 也就是说你一下机的时候 就会到搜尾登机门的这一块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直接 直接走到下一个登机门 就根本不用出万件 这个根本不用出万件 所以这个冲绳机场 跟雨天就是有这个好处 以前GDBC我们就这样 一天早上拿到搜尾登机站 然后我们就是在登机门之间穿梭 下机到下个登机门 等飞机 然后吃个东西 然后准备上机 然后再下机 然后再等飞机 下机 下机换登机门 等飞机 换登机门 这样子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冲 那就是公骨 为什么外面这么吵 等一下 好 你现在外面有那个888的声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冲绳没有问题 那公骨 公骨的话 它显然没有这样子 就很明显的分流 你一下机之后 公骨 MMY这个机场 你下机之后 你还是必须要走到外面 那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到公骨的时候 就这样做 那时候我就 我就私讯那个 有一个ERU大大 我私讯ERU就说 为什么MMY没有 就是没办法直接出去 然后又直接到登机门这样子 那MMY其实只有A跟B的登机门 它其实只有两个登机门 所以不像冲程可能会有十几个登机门 这样 国内线而已 其实冲程正确来说 应该是超过十几个 因为有另外一遍 那反正我就敲他 反正那时候应该还在睡觉之类的 因为我后来在第二天下公骨的时候 我发现看到一个牌子说Transfer 就是你可以等于是可以直接Transfer 那Transfer的这个箭头它是指右边 那这个另外一边它是指左边 是说你要arrive 你要进这个进MMY这样 所以我就在Transfer那边就往那边走 那边的话其实它是 其实就是登机门 其实你在下机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会经过登机门 但是不是直接从登机门进去 因为像在中程的话 你是会直接经过登机门 你知道我们平常在登机的时候 不是会经过一台机器吗 你会扫你的东西 或者是地形会帮你扫你的Burning Pass 等等的东西 你会这样过去 但是在冲程的时候 你会逆向的这样走回来 你会经过那个机器来走进来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东西 但在公骨这边就没有办法 它那个门是没有开的 并不会下机就直接放你 再直接过那个 它门是关的 也就是说我要逆向走回去 其实必须要地形操作 那所以我就站在那边 Transfer的那个地方就问他 就等人过来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我就跟他说Transfer 然后他就懂我意思 说那要看一下Burning Pass 这样子 所以我就给他下一段Burning Pass 然后他说OK好 那扫了一下Burning Pass就进去 所以这边Summary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从MNY 你今天一样是跑这个 公国修行的话 其实你进去的时候 你到公国的时候 你就站在那个登机门那边 然后等跟地形讲 为什么要站在等 因为有时候这些地形 可能人员其实没有那么多 他可能去帮这个飞机下课 下飞机 因为可能有一些这种 需要帮助的人士 所以他可能会去推动营业等等的 他不一定会在Gate这边 那你就稍微等一下 通常你要等到整个飞机下完 这样子 那如果你不想等 你想要进攻股的话 你要进攻股机场的话 你要Arrival的话 那你就沿走边走 那我不觉得另外一个门是不是这样 但总之你就是走到地形那边 然后就跟他说我要Transfer 那他就懂那个意思 他就看 然后他就刷 虽然说Transfer又回 你明明就从冲绳过来 结果你要回冲绳是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都很习惯 他们完全没有人露出异样的眼光 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日行 应该说他们GGC 其实还是有人在用国内的段数 去跑这个东西 所以不用太紧张 虽然GGC对我们来讲 已经没什么好跑了 但他们日本人 好像还是会用段数去跑 就是用一段好像是五分 这样去跑 跑到1500 所以理论上要三百腿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到 但anyway他们好像还是有人在做 所以不用觉得说很奇怪 说我要回去了 然后说是Transfer 你就是Transfer 你就跟他说Transfer 然后他们都一定听得懂 所以这个蛮简单的 就是你就站在那边 或坐在那边等他 然后或者是你看到地形 就跟他说 Transfer要走进去 这蛮重要的 因为这会省你很多时间 因为你出去再进来 你就要再安检一次 那宫古的安全没有像冲绳那么的有 我自己觉得宫古的安全是稍微慢一点点 但还是够快 但是你出去进来 如果你的Connection Time是很短 你有可能就会失截 但理论上都是同一班飞机回去 理论上都是同一班 你来是哪一班 回去是哪一班 空姐也是都是同一批 所以这倒是还好 所以我就这样进行了 1234567 七腿 第七腿的话 理论上就是我从冲绳飞到宫古岛 那这个就会很正常 我们会讲到这些东西 就表示第八腿出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你永远都觉得说不会出问题 不然就会出问题 因为想说日航真舒服 但是我还心有余计 想说我这个月很碎 我真的是这个月是碎到爆炸 我有航班取消 航班delay 航班delay只有10节 10节之后我改票 改票之后失败 他哪边都失败 然后卡达一接回台湾的时候 在卡达过 在卡达过三天晚上 但是我下机卡达了之后 我的心已靠到 我心里现在还在赔偿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其实这个月 我出的不变形 可以出个 至少出两次 至少出两次 那当然在很不幸的地方 就是显然是我的命的问题 然后我在日航的第八段 又遇到问题 那一趟就是从M&Y 然后登机 登机之后 飞机要准备后退 这个飞机其实就是 我来的时候那台飞机 那在飞机的后退 那一样的问题又来了 后退之后 飞机就卡在那边 卡很久 跟别一模一样 但是我没有感觉 因为日航的机上是有WiFi的 日航在国内线程 WiFi基本上不太关 而且工股机场 他们的 其实在后退的机瓶这一块 然后登机门外面 管制区这一区 其实网络都非常非常顺 不管是 不管是自己的 这种漫游的网络也好 什么都蛮顺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要打发时间 这个东西 我从早上七点钟 一路做到下午的 那个时候可能是下午五点 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 我甚至有时候想说 我在哪 我下机 我又好 好工股 OK好 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相信有纠情人都应该懂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下机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后退的时候 其实我都在用手机 我可能在发动台 我可能在听东西 我可能在看东西 就是我一定要找事情做 那时候就在原地 也是停了大概快要半个小时 后退之后停半小时 那后退之后停半小时 就很明显是有机械因素 因为通常你后退之后 可能好像引擎要发动 然后什么样子 那就遇到问题 那大家记得在BS 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就是Engine Star的Fail Engine Star的Fail之后 我们就最后 就是拖到外机瓶 外机瓶之后 人下课 下课之后 大家进行下 行下之后 然后大家可以delay的一些conversation 然后跟hotel的accommodation 这样之类的 反正细节就是这样 我不想再go through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讲太多次了 那这一次就是后退之后 后退之后就卡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广播 然后就开始广播说 这个皆さん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 反正大家说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发行点错误 所以我们正在排除当中 然后后来讲说 他们的intercom坏掉了 by the way 这些所有的广播 全部都是用日文 那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就直接打开Google Translate 然后录音 他那个有录音键 我就把他们讲的话 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我在听懂 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他们就是说 他们的intercom坏掉 他们空服跟机长之间 这边对话 然后会 就是没有办法接通 这样子 所以坏掉 所以我真的坦白说 有些人跟我讲说 什么 那是因为你很厉害 你会英文 你会什么东西的 没有 我觉得这是脑子的问题 如果你脑子够好 就很多人问我说 你会不会日文 我完全不会日文 所以完全就是脑子 都问你其实有这么多工具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工具 对不对 就是你今天delay了 你今天要跟谁沟通 其实你Google Translate 都可以做到 你可以照 看不懂菜单照一下就好 那如果你听不懂 intercom 听不懂这种广播PA 那你就直接录音下来 就知道了 你完全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汇这些语言 所以 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 有些人真的很笨 对不起 我最近有感而发 觉得很多人真的很蠢 很多人真的很蠢 很多人已经不是说什么 你很厉害 所以怎么样 你都是给自己的找借口 给自己的LAN 给自己的Bank找借口 好 算了 就不要讲到那边 然后这个第八腿 最后 我们最后就下机 因为他说intercom坏掉 然后尝试修复 几乎上来 几乎上来 修修看 修修看之后 好 我们现在更换零件了 更换零件之后 然后后来发现说 还是不行 所以最后 我们就全部下机 我们就全部下机 然后又回到航下 但是回到航下之后 他并没有说 你就带在登机门这边 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处理 它是全部导到说 我们要入MNY 我们要直接进去MNY 然后我想说 现在是怎么状况 然后他们就说 你到派物柜台去 所以我们就一等 整台飞机 那个是7378 7378 这个大概最多 可以是150个客人 但是那一档班 应该是50个到100个客人左右 没有那么多 然后就是说 那我们会把你们 这个Combine到下一班去 就是直接丢到下一班去 那这个下一班是NU572吧 之类的 总之我就被合并到下一班去 那其实我就很紧张 因为这一班已经delay了一个小时 现在闹到这边 已经delay了一个小时 那这一班理论上 它的时间 如果delay了一个小时 我再下一腿的NA 然后大家记得 这是我第八腿 第八腿回航神之后 其实我要 我必须要在 我进航神之后 其实我的所有的行李 都是我一早 我就把它放在 冲神的置物柜 冲神我就是早上一退房之后 我把我的行李 就是丢到置物柜里面去 就是冲神那边 然后一个投币的 那个Coin Locker 放在那边之后 我就逃去 我就准备要逃去那个 就开始修行 我总不能带行李 然后刚才讲说 你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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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你是怎样 是在骗不便携吗 就是就也没必要 然后我就 所以我就是直接放在那边 想说我第八腿结束之后 我在进冲神 然后进冲神之后 拿东西之后再check in 再确认一次国内线 因为这是 而且最后一趟 第九腿会冲神这个 跟着回雨天 这个是全日空 好是全日空 那前八腿全部都是日航 所以就造成这种状况 就是我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也因此我留了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做这个转换 但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它delay 所以我最后到达的时间 其实是原本 就是已经会时节 要已经会时节 那为什么这一集的标题 不会是什么JL大满贯 原本是很幸运的那一班 冲神的飞回雨天生航班 它delay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的前一腿 因为机械因素取消之后 我改搭了下一班 然后它给我改签下一班 然后我下去了之后 回冲神 然后回冲神之后 因为那一班刚好又delay了 一个小时又40分钟 正确来说 所以我最后还是有cash到 我最后是有cash到 但其实中间非常非常的赶 我一下飞机之后 我就是用全速这样冲 我就从冲神机场的登机门 然后国内现场登机门 这样冲冲冲 因为你下机还是在登机门 然后冲冲冲冲冲 然后冲过去之后 你冲到这个外面之后 你就入境冲神 中间冲神之后 我还去找那个locker 我完全不记得我locker在那边 我想说我用find mine 我手机那个find mine 现在找不找得到 完全找不到 可能是因为那全部都铜枪铁壁 那个locker都是金属 所以可能找不到 我找了半天 我就看一下那个指示什么的 我花了10分钟才找到我的置物柜 但其实我本来对置物柜 找置物柜就非常非常的没有sense 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次找置物柜都找非常非常久 下次我应该要把它照相 就是我在哪边离开 就很像你停车停在哪边就照相 可能会比较好记得 但我就是找不到 其实它有编号 我想说不是在这吗 结果是在楼上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到楼上之后 发现不是这个位置吗 不是就是某一个右下角 这个柜子吗 结果不是是隔壁那一坨的右下角 最后我找了非常非常久 而且我就在在航向里面 一直飞 因为真的时间不太够 那个时候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大概剩40分钟要起飞 那因为飞机delay 我不太确定 它会不会又突然又提早起飞 大家懂我意思吗 因为其实我已经check in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我已经就是 我已经就是知道说 我要搭载的飞机 那如果它如果提早40分钟起飞 那我可能就又炸掉 或者是提早登机又炸掉 所以我就好像在航向里面飞来飞去 然后就开始找我的置物柜 然后打开走 我所有的心理 我所有的心理拿到 然后就冲去MH柜台刚刚说 我要check in 我要偷运这个行李 然后到雨天 然后就 看起来就是很不吉不许的这样子 然后想说那应该就没有事 如果今天看到这个航班号 然后这个人他 他很感动 他一定会告诉我说 你要快一点 或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帮助 所以后来就也安全 然后就到安检 安检很有趣 他又没有两道安检 结果我到前 我到某一道 我就排入某一道 人比较少的 结果他到我前面就跟我讲说 你要你去换另外一条线这样子 因为他两道要关城 剩下一道了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他们不需要这么多安检 这样 我会想说妈的 一直在搞我 有时候你都觉得别人在搞你这样 就是 我又要走过来 就会 到这边不好意思进到隔壁 这样子 妈的 就隔壁又比较长 那当然最后还是来得及 然后最后就来得及 然后又登上这个ANA 那在ANA最后从雨田 回到雨田的这一半 是777去有吃飞 而且我是搭经济厂 其实这两段 这个在雨田跟冲绳 其实我全部都搭经济厂 8000里UA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因为他飞两个多小时 所以这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当然这个 我很幸运的是几乎是包藏了 我是几乎是把那一区域的 经济厂全部都包下来 也就是说那一区域大家都没有人 所以坐非常非常的舒服 坐在经济厂第一排 然后就也没什么人 所以就能发呆 用手机这样子 我觉得挺chill的 然后最后到雨田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11点半 拿完行李有刚好搭到最后一半的经济线 就是那个有个 有个Tiffany蓝的那个线 然后就搭两三站到大鸟巨站 然后check in Mercure check in我的美剧这样子 美剧酒店 好累 你知道吗 因为全部都是赶时间 你在到雨田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 你看到雨田的时候 你发现说 干我只有最后一半可以搭 那种感觉是无与人比的差 你想说 我怎么会把我自己赶到这个田地 然后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最后我搭到这个 我原本应该是10点11点就要到这边 然后我就check in 然后这个感觉 就是因为太手机这边 所以你知道说 你大概搭三站 然后可能花10到15分钟 就已经会到这个地方 然后check in也不会太久 5分钟就结束 然后check in完之后 你可以稍微录个音 可以稍微chill 然后再不做饭店 然后稍微简单的这样子拍一下 然后享受一下 这个3000块给你带来的快乐 因为你知道这个晚上 理论上大概是5000块的饭店 它因为Rare Heart 所以它才降到3000块 那时候这个CB值好高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等等 你还经营在这种 你自己时间抓得很好 大家知道 其实我很喜欢抓的时间杠 非常非常的紧 紧到 我可能会 如果你约1点50分 我就会1点49分到门口 或者1点50分到门口 因为我这有毛病 所以最近出了很多事情 虽然那个时候 我出那些事情的时候 都是6个小时以上才出事情 总之有人衰的时候 我觉得千万不要跟命运搏斗 真的是这样 7月整个都是这样 今天都非常非常的睡小 所以像这一趟 我第7腿 取消改搭另外一班 但是因为 你这一班取消 你改搭另外一班 等于是它有提供替代的方案 但替代方案没有超过4个小时 所以我没有办法领 不变现 如果你说 小杰尼 没有办法把它偷到4个小时 你跟他说 我明天才能回去 我明天才能 我现在其他一盘我不能搭 你就硬跟他讲说 你要帮我改进到明天 然后为了拿不变现 好 也是可以 那我就放弃掉 ANA这段回雨天 但是 我明天早上 还是一样问题 10点50分 要打常人回来 那10点50分 那一班已经不能再往后演了 因为我礼拜一 理论上 我是希望礼拜一 我就是已经 之前就已经在台湾 要准备录音这样 虽然之后我没有录 但总之就是 这种一两次看 发现说 其实我给我自己的时间 确实是因为太急 然后加上里程票本身 你获得的时间 不一定是最好的 你没办法说 什么早去挽回 或什么的 那还有我自己整体 这个 运势很衰 坦白说 你这个时间都绝对够了 我有一整个晚上 可以去转机 从冲绳回到雨天 结果最后 我12点钟才到饭店 我真的 12点钟到饭店之后 然后还有人要 就是 你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说 只有每天搭飞机 我还有一些 非常非常personal的东西 要 例如说要聊 然后还有人要打这个电话 还有人要什么视讯 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2点钟 最后我在睡觉 我1点半的时候 要有人问我说 要不要打视讯 我想说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你知道吗 就是看我动态 人都知道 我今天早上从7点 搭飞机到现在 而且7点 人家搭飞机 代表你今天要起来 我想说 我想说 哇 哇 就是 理论上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这样子 搭这么久的飞机 我没有抱怨这个人 我只是想说 因为他可能也不太理解 这个东西 但我就想说 理论上 我今天看到任何一个人 这样工作 或者是 现在这么晚了 我会问他说 你明天要不要工作 明天有什么事情 然后再想考虑说 需不需要做这些 打电话 或者anyway 任何事情 但是我1点半 然后日本谁1点半的时候 我想说 好 我就好 就好吧 就这样子吧 因为反正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 然后就想说 好那就来打 那就有视讯 最后讲到应该是 应该讲到15 讲不到20分钟吧 就也是没有一个 也是没有一个 很好的结束 然后就觉得 天啊 好累 我那时候洗完澡 然后去对面 Lossom买了一点东西 食物简单 回来吃 然后补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都会 我会买那个 便利商店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行李 我最近去日本的时候 我的行李都会 尽量塞到 重量是满的 或者是 我会买一些垃圾东西 包含说 可能是买一个 日本便利商店里面的 一个零食 可能就是 日本的零食 或者是说 可能是高蛋白 那高蛋白 那种铝箔包包装吗 那台湾都没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方便 就是你这些铝箔包 而且那个常温 可以保存 我就 有事 就是如果我今天 不想喝那种蛋白粉 我就直接拿一包 再直接拿一个 那个铝箔包 这样插下去 喝就15克的 蛋白质 这样我觉得超棒的 就那个 我之前 一直讲过好几次 那个Savs Savs 他们在潮商有 有这种铝箔包的 那它都很小 我在想说 下次要不要偷运一项 但有点疯 但因为我很常去 所以我每次都会带个 6个8个10个 这样子回来 那它也不会到 它有点重了 变成液体 但对我来讲 就是因为我心里 都是有一点空间 每次都带的东西 都没有到 都没有到完全 就是非常非常的紧 所以我还是可以塞 然后就包一下 然后记得要包一下 然后就带回来 那这边再讲一下 那个心理 拜托 大家如果你今天 有任何的液体 拜托 外面都一定要包个夾链带 你怕的话 就再多包几个 我每一次都有东西 就会喷出来 但是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在客舱当中 你在货舱当中 这个气压 觉得是有问题的 这个气压是绝对会 就是你自己在客舱的时候 都会那个瓶子 都会凹进去 或什么东西 那这都很正常 所以拜托 你一定要用甲链带 甲链带是绝对 绝对要买好几个 放在你的心理想 你里面就放了10个 我都觉得不为过 我都是五大五小 放在里面 以上 我就一定会放很多 很多这种垃圾带 助脚带 或者是这种东西 因为真的很容易喷出来 真的很容易喷出来 那这个 我应该在这件 心理打包的时候 我也讲过很多 但因为还是在 有时候在社群 还是会看到一些悲剧 那我就建议 而且那个甲链带 最好是双 最好是厚一点的 就是好事多买 那种一次你要买 好多个那种最棒 那个根本就不会破 几乎不会破 那如果你是买那种 很薄的那种 我就觉得要小心一点 那种厚的 通常它都有两层的甲链 你要去把它夾起来 就要把它压平这样子 这个大概是 这个我自己的推荐 那我也推荐过好几次 这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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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因为你今天如果你要 假如说你要偷被瓶 你要把人家的被瓶 都压走这样子 其实你买了 你去买一个这个容器 你装 最后你还是要放在 一个东西里面 不可能就是直接把它裸罐 然后放在你的心理箱里面 最后你心理箱一定会照样 绝对保证照样 那这个真的很常发生 真的很常发生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觉得 这个很危险的 我都建议你包个两层三层 都不为过 反正这个甲链带没有到很贵 还是以安全为主 那这个就是这一趟的旅行 我讲的好顺 今天 我这次语速应该非常非常快 因为我真的好累 我真的好累 我真的在7月很疲倦 我在7月总共 7月中间结束 因为我现在录音录到8月了 我7月我遇到两次航班取消 两个航班的delay 一个超过4个小时 一个小于4个小时 然后再来 正确来说是三个delay 然后世界一次 行李撞上一次 对 我还不是什么商务客 虽然我飞很多 但是你看Eric其实飞的是 在7月趟初应该是 跟我差不多 甚至比我多 但是我都没有听到 他有任何问题 他在 他的心里 这个我应该某一集有讲过 但就是 就是他也是拿remote 然后他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那我拿什么东西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觉得 how sick 然后我两年 我两年内有三个remote撞到 一个全毁 一个手把断掉 一个凹 那是卡达凹到的 卡达撞凹的 所以我想说 命不好真的是不要出门 不知道 而且很荒谬 感谢大家听到的这边 就是我的冲绳之旅 那就这样子 这集真的好 其中应该是不错 希望 那我们之后再来录其他的 可能是会把伦敦录完 然后接下来的曼谷型 我也有录 那就如果喜欢 也是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支持 有各种方式追踪 啥小的 你都会 很轻松 可以支持到我们 那在这集就在这边 告诉告一段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